马新闻 马新闻 国际巡回展 已经走遍了世界各地 而此次展览的最后一站 来到了有宁波新天地之称的 启迎1844 此次展览 以西双版纳为灵感源头 以自然与环保为创作动力 以舞动的水滴为艺术主体 呈现着马新闻创作中 一贯的中西文化的交织与碰撞 也将它对于自然和生命的新感悟 融入作品之中 我感觉中国其实很需要 正南南的一种艺术 包括他们很需要 大家能够打算给人 我感觉刚需要一点 我感觉这一次满财公司 我把很多开心带给很多小孩子 包括大人 我感觉其实不是在于 我的艺术有多重要 多贵 最主要是我们的新闻 此次展览之后 爱马的马新闻 即将开启2014年的 全新情维展 2014 心 水 墨 向徐悲鸿大师致敬 他希望以人马为主题 把自己的全新创作 带动更多的地方 让正能量传播给观战的 每一个人 今天新水墨的大展 也会有非常多大型的雕塑 是天 水 地 风 土为主的马 包括我最近出了一个人马 那么今年我会带着好几个 怎么说呢 跟几个国家博物馆呢 联系性的国际巡回展 那么最后这个展会落实在 我们15年的世博 我希望我的马 我的水地能够落着世博 告诉我 告诉外国人 我们中国人对环境的爱护 包括对马 跟人中间的情谊 就其实人马情意外 就谈到人对人的中间的情谊 还有我们对我们 传统的艺术大师的一种倦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